要帶卡本門到西羅 吃全台最文青的蚵仔 店裡裝潢走的是茶藝風 古樸 幽靜的環境 結合古早味 是在地人的下午茶首選 不僅用餐環境舒適 店裡的蚵仔和所有雜物的面衣 都是用老闆娘阿秀姐 以再来米和黄豆纯手工模制 招牌蚵仔豪迈放入肥美的蚵仔 加入韭菜和九層塔 把蚵仔的肚子塞得圓滾滾 才甘願收手下鍋油炸 另外人氣No.1的韭菜條 阿秀姐每天一早不經過市場 直接到產地和菜農取貨 再經過她無數次的清洗處理 不只鎖住韭菜的清甜還很多汁 以及近乎失傳的手工甜米糕 古早味讓高齡90歲的阿公 一口接著一口吃了瓶瓶點頭 老爹啊 喝了會乾啦 古樸幽靜的空間飄逸著淡淡茶香 品上一口茶仿佛置身文藝茶館 但誰都沒想到這是一間雜物小店 一般就是像這種油炸的店 你感覺進去好像是那種油漏漏 然後油味很重 可是它完全都沒有 如果說帶那個清人來也可以 清人來這邊的這個環境很不錯 所以你會帶情人啊 沒有啦 老肉啦 不可以不行了啦 無論是帶著安娜達或是三五好友來聚餐 現代的裝潢配上狗渣筆都很適合 來 小心燙喔 這米糕 這是蚵仔 好 好 好 請慢用喔 我們都吃光了 我們吃那個肉爹 蚵仔 還有那個米糕 還有那個豆粑 還有藕 它的那個蚵仔喔 它的皮很脆 料又多 真的很讚 常來 常來 它天天來 天天來喔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有空就來 你都不會想要換口味 不會 你要輪流出啊 反正什麼都好吃啊 讓客人天天爆到的小混滋味 出自老闆娘阿秀姐之手 熟練的握著長餅鐵勺 以粉漿墊底 再放入滿滿的翠綠韭菜 和些許九層塔提味 這時候再豪邁的抓起大把新鮮鵝啊 最後最後再疊上一層韭菜和薄漿 堆成了一座蚵爹小山 才甘願收手下油鍋 好 韭菜加一點點九層塔 再放蚵仔 它為什麼會加九層塔 它會比較一點淡淡的九層塔香 因為我剛剛 我們蚵仔南高層塔是不是很香 我想說這樣應該可以淡到九層塔 因為沒有大家都一樣 比較沒意思 吃一碗都沒有一樣的 對啊 真材實料 不要說吃蚵仔 就沒有蚵仔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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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仔蚵仔 阿秀姐的用心 客人不僅看得見也吃得出 店裡所有雜物的麵衣 都是純手工模式 这就是我们在厚底的皮 我们用材料的米和黄豆下去做 它做起来皮的酥会泡 不硬硬 也太不变了 但是我们在那里用这种 这种真的真的古代味 浓稠绵密的米浆 混合黄豆香气 磨出满满的真材实料 这独门米浆不止搞缸 还得现做现磨 米粉皮 或是人家没外面 可以滑整汤用一天 但是这样就不行 20几个你抹完 20几个你抹完 不然你就是随着眼 又抹味道 你用太久 它的洋化会变黑黑 你做起来的鵝底 就很黑 如果说面衣是鵝底的门面 入口后的第一主角鹵仔 更得华丽出场 一颗颗回源饱满 每天从南部产地直送的蚵仔 在下游锅前 得先经过阿秀姐一次又一次的近身 这个蚵仔算漂亮 要手感下去看看 看蚵盒 你看这就是蚵盒 自己就过不过了 人家说我们要过不过对吧 来 这个蚵仔 蚵仔 很大颗 又多 又好吃 你会去吃外面的蚵 不会 因为我吃过都很油 它的纸袋都很油 我都不敢吃 我一直有这一间 大老远从斗六来这边 然后刚好买到最后一份 我觉得很庆幸 放假从斗六骑机车过来 从斗六来这边要多久啊 半小时 对 还要为了吃这个吗 对 阿秀姐的用心 让顾客沉浮于舌尖上 常常被销售归毛的她 不只蚵仔讲究 店里的另一样人气品项 韭菜卷也绝不庆菜 阿秀姐说韭菜够好 才有自信做这道菜 每天一早不经过市场 亲自跟菜农取货 验货 嗨 老板娘 妳好 嗨 韭菜好漂亮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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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几年了 四几年了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每天早上一定会见面就对 对啊 老板娘人非常好 韭菜都不会让我自己拿 他都不能拿到车上 服务很好 他们已经穿得很干净 我回家再洗三四次 对啊 脆绿的韭菜经过菜农仔细清洗 阿秀姐确认品质后 又得趕趕趕 将新鲜韭菜带回店里 做N次清洗 反复清洗后还没结束 阿秀杰坚持挑掉老叶 保留细嫩口感 多一道工序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 第一条到第二条 我会更老 我会挤掉 也比较新鲜 因为第一条到第二条 我比较不漂亮 我会比较浪费 对啊 一支一支转 要做好吃的米子 就是不能怕麻烦 阿秀杰自找麻烦 也找出自己的特色 经过她严格处理的韭菜 裹上一层薄薄面衣 下锅油炸 顿去翠绿的披风 改批金黄湛衣 不只锁住韭菜的清甜 还很多汁 我们刚吃完了呢 已经收盘了 所以韭菜条是我来的时候 也是都必点的 因为外面其实很少人会 用那么费工的一个手法 去做韭菜条 因为它其实还满多工序的 如果它炸之后呢 它的那个汤汁也是很多 对 所以吃起来就是 也是很可口的 韭菜是满嫩的 不是那一种很老的 对 很新鲜 很好吃 咸的吃完还可以来点甜蜜蜜 吃上一口甜在口也甜在心 我最喜欢吃的手工米糕 甜米糕好像是 也是他自己老板娘自己做的 就比较好吃 然后甜度又刚好 没有很甜 还不错吃 手工甜米糕做工繁复 已经越来越少店家愿意做 阿秀杰为了守住老味道 遵循古法 一步都不能少 垂针再来米 过程中还得够屌屌 替米饭翻身 最后先锅加糖 让米香沾染甜蜜气息 再继续垂针 起锅后的甜蜜糕 软糯Q弹 甜而不腻 下锅油炸后 又多了一层酥脆口感 它的馅能是蛮多的 皮也是很好吃 尤其这个酱料 超好吃的 吃完原味也可以沾点阿秀杰特制米酱 画龙点睛滋味再升级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锅料就是用米香 和豆腐沾染进去 米香是自己煮的 所以它有古早味的 别人是古董收藏家 阿秀杰则是古早味收藏师 近乎失传的特制米酱 以纯米研磨加入西洛特产酱油和糖 不仅浓稠还带有甘甜味 但是它都滚好起来 滚到焦温起来 它才不会炒痠 开始做的时候会不会有吃铁片 这边都要去谷谷 不谷以后就要开刀而已 就算做到双手得进场维修 阿秀杰还是乐此不疲 只要客人吃得开心 他就甘之如鱼 其实客人 我们的客人都吃出来 说你们真的很用心在做 我说爱心做出来 东西做得好吃 客人自然赞不绝口 但古早味有没有做得到位 就要让这位高龄90岁的阿公 鉴定一下 他刚刚一吃了就跟我点个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蘸姜是真的很好吃 外面都没有的 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Allen的人 可是觉得吃过他们的一次之后 觉得它真的很好吃 它的豆包真的很酥 而且真的不油 咬下去这个口感很好吃 谢谢 风听这酥脆的声响 就知道它不同反响 店里的炸豆包也坚持到豆皮工厂 取第一锅的腐皮 新鲜程度没话说 吃起来酥酥的 而且还有那个豆皮的口感 外酥内容 我本身很喜欢吃豆包 我都因为不油力啦 很酥 我只有吃它的 我喜欢吃那个豆包 豆包用炸的那个比较很好吃 我就是从秀姐 从东市场到出到中间 她以前去到东市场 尽管小店曾经搬迁 客人依旧循着香气 紧紧跟随阿秀姐 只是很难想像打扮樸实的她 在台北曾有过一番事业 过着贵妇生活 后来因为家庭因素才回到家乡 从零开始 做蚂蚂也是因为 我们那些人跟我说 因为我刚刚落屁在身上 朋友说 你都去做蚂蚂 我们这边现在 什么人没在做 你都做蚂蚂啦 也是因为他这久 我刚刚开始真的去摸索这个东西 去学这个东西 以前完全都不能做吃 为了什么都为了 小孩为母做墙 没办法做到 你就是要做 所以我们没有那种做的 做到就做了啦 遇到困难就正面迎击 阿秀姐的鹅呆炸物 除了美味 还添加了古樸实坚毅的味道 我希望他们吃到很高兴的 我也希望 我看到他们吃到心情很好 我感情 我变得更好 他们是我们做的东西 我们的实材 让我们可以吃到有方式 我们感觉 他们吃到这么高兴 我们就很高兴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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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